再来关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圣克鲁斯岛海域游船失火沉没事故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官员3号证实 搜救人员已经从加州南部 圣克鲁斯岛海域的失火游船沉没现场 搜寻到20具遇难者遗体 目前仍有14人下落不明 而寻找幸存者的搜救行动已经停止 圣巴巴拉县治安官办公室负责人比尔布朗 在3号上午举行的多部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20名遇难者中有11名女性和9名男性 现场未发现任何幸存者迹象 布朗表示潜水员看到水下沉船残骸内 还有4至6具遗体 警方将设法固定位于水下约21米处的沉船残骸 以便潜水员进入其中打捞遗体 警方将对遇难者遗体进行DNA比对以确认身份 多个执法部门正进行联合调查 以查清火灾原因 一艘游船当地时间2号凌晨 在圣克鲁斯岛附近海域失火并沉没 美国媒体报道说 初试游船是圣巴巴拉县一家公司的 三艘大型潜水船之一 核定最大载员46人 失火时船9人 包括5名船员和34名潜水游客 目前仅有5名船员获救 据报道潜水游客夜间通常在甲板下的客舱休息 船员则睡在甲板上